下面我要介绍PICARS循环积分的方法 我称作的第11种类型的问题 PICARS INCARATION 这个方法是这样想的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 Y对X等为分 等于跟XY有关的一个函数形态F 我也知道一个Initial Condition X带X0的时候Y是Y0 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要用PICARS想到的方法来解它的话 我示范一下它怎么解 PICARS他的想法是说 我现在就把这个微分处理掉了 这是我的第一步的想法是说 积分它 左边积分它 右边积分它 然后这次我要给它积分的上下线 这个上下线是从X0积分到X 然后这个微分跟积分就抵消掉了 抵消掉之后Y就算出来了 Y是X的函数 但是这个上下线要带进X 就是这里要放下线X0跟上线是任意变数 任意位置的 就把X当作位置变数的话 任意位置的X 然后右边的话我们就摆折 因为这个F5没有给我这个摆折 看它给我什么样的F5 我就去积分它了 等一下会有一个理题来示范 先看一下这个想法是什么 那我就把上线丢到这边来 上线取代里面的X还是X 下线取代里面的X 所以变成X0 右边的话就是一样的 因为我不晓得F是什么一个形态 所以还是用代号F来表示它 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我解完之后 我可以找到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里面就有两个变量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方程式里面有三个变量 有相当于速度的变量 如果把X当作时间变数 Y当作位置变数的话 那就是有位置变数 有时间变数 又有速度变数 一个问题里面有三个变数在里头 是很麻烦的 不喜欢这样子 透过这个解题过程 希望它能够化解成两个变数的问题 就有一对一的关系在里面 好 就把它整理成 Y是 这个 Y1 这个等下用Y1 但是现在不是Y1 好 Y 里面的X 换成X0 就是左边的第二项移到右边去的意思 好 这边是X0到X5 这样的一个答案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答案 当作这个 所谓的 其实这是一个近似的答案 这不是真正的答案 我把这样的答案当作Y1 好 利用这个 Y1 去找到 就还是多做几次 因为我们讲说 是一个循环积分的概念 我要把这个Y1 再带回这边的Y 好 第二步 好 第二步 我们说 将 Y1 带回 原式 取代Y 然后 重复刚刚的步骤 重复刚刚的步骤 重复 重复Step 1 好 那就是说 我现在啊 一样的喔 还是从X0积分到X 左半边的积分的上下线 我强调看一下好了 好 这个积分的上下线还是一样 是从X0积分到X 好 积分的函数 左半边没有改 我只改右半边的Y 那皮卡尔先生的这个概念 是有被严谨的证明过 这样子算是没有错的 好 然后右边的话也是一样喔 我也是 积分的上下线是从X0积分到X 但是积分的函数呢 基本的函数我已经把所看到的Y 换成刚刚第一步完成的这堆东西 这堆东西其实是一个近似值 近似的一个数值 它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值 是一个近似的一个答案 好 把那个Y换成Y1 好 然后再对X变数做integration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把 好 移到旁边来写 好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左半边写成Y 好 因为维分抵消掉 维分跟积分抵消掉 剩下这个没有维分的Y 然后 积分的上下线是X0到X 好 好 等到右边的话呢 再写一遍这个 好 是X0到X的积分 然后积分的函数是 这个 这也是X 好 后面的Y已经被我改写成Y1 好 然后把上下线带一下 写成 上线带X还是X 好 下线是X0带到X里面 好 这个是从X0积分到X 积分的函数是F of X 但是Y被换成Y1了 好 我再把那个Y在X0的函数值 丢到右边去 所以Y就可以算出 这是一个近似的Y 这样的一个算法 是算出一个近似的答案 好 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Y要换成Y0 我刚刚没有强调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个原则就是要 这里面的位置函数Y 用一个已知的量来取代它 我刚刚在算第一步的过程当中 其实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是把Y换成Y0 这里的Y unswift里面有一个Y 这个Y要换成已知的答案 已知的触始条件Y0 因为把Y换成Y0的关系 所以这些都是约等于的关系 这要换成Y0 这个要换成Y0 这变成约等于的关系 不是真正的Y 因为是换成一个近似的Y 叫做Y0这个Initial Condition 所以我的答案都是一个近似的Y 我刚刚有说到近似的Y 但是我没有强调这个是怎么换的 稍微强调一下 是把这个Y换成Initial Condition 但是把Y换成Y0 是一个近似的答案拿来换的 一定是准确的答案拿来换的 那我刚刚有说 这个第一步完成的这一堆东西 称作Y1 我根据我这个Y1的关系 再带回刚刚那个基本的过程当中的 那个右边的Y 也就是我底下这边的写法 我是把那个Hanswell F里面的Y 这次换成Y1 就第一步完成那个答案 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近似的答案 因为我是用Y1来取代Y 所以这个答案都近似了 是接近的一个答案 这都是一个接近的答案 完成第二步之后 我就把这个称作Y2 其实它还是一个近似的答案 它不是一个准确的答案 OK 这个还是一个近似的答案 第三步呢 其实我写两步就可以了 但是我再写一步好了 第三步呢 我们重复刚刚的这个步骤 第一步的这个想法 跟第二步的想法很类似 同样的第三步也会跟第二步很类似 好 就是这个 类似这个写法 将Y2 带回原式 好 Y2带回原式 那就 类似这个写法再写一下 好 现在呢 还是一样的 从X0积分到X 好 积分栏数 左半边的话是Y对X的微分 好 要积分它 因为我是把 右半边的F里头 有看到的Y 换成Y2了 好 所以这样一个计算的过程 是一个近似答案 不是准确的答案 好 积分的上下线都是一样的 从X0到X4 好 就这一个想法 直到的答案都是一个近似的答案 但是 有严谨的那个数学证明 证明说 这种循环积分的概念多用几遍之后 它就可以找到很接近 很接近的那个准确的答案 好 完成这个讨论一下 好 这个的话就是变成 微分跟积分抵消掉 微分跟积分抵消掉 好 好 上下线带进来之后 好 上线带进来 就像刚刚那边一样 上线带进来 下线带进来 一样的 它把这个 第二项引到右边去 左边的第二项引到右边来 好 再加上这个X0到X的积分 积分来的数是F over X 然后被换成Y2了 好 点点点 就这个过程 再多做几遍 就可以算出还不错的答案 大概这样一个精神 等下我用一个立体来解释 怎么用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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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